肾经越少,衰老越早,出现这四个症状的时候,说明你已经肾经大虚了。 肾经越少,衰老来得越早,肾对人体有多重要,很多朋友就算不是学中医的,也多少有些了解。 中医把肾称为先天之本,因为肾藏有肾经,肾经可以说是人整个生命活动的原动力, 能化生肾气,肾气再分阴阳,发挥各自的生理功能。 如果人是一辆车,肾经就相当于油箱里的汽油,车能够跑多远,全看油够不够。 所以说,如果肾经不充足,你就会早早的开始衰老。 那什么情况下,需要补充肾经呢? 首先,是看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。 如果你总是感觉精神萎靡,总感觉没睡醒,干啥都提不起精神,整个人都黏黏的,这可能就是肾经亏虚的表现。 精神精神,经不足,人就没有精神。 第二个是记忆力减退,现在很多人年龄也不大,有什么事啊,转个身就忘。 天天啊,丢三落四的,这种情况,可能也是肾经不足了。 中医认为肾,主骨生随,我们的脑子呢,又为随海,所以记性好不好,跟肾经也有很大的关系。 第三个,是看牙齿的状态。 正常情况下,牙齿啊,应该是坚固有光泽的。 如果你的牙齿看起来颜色枯高,没有光泽,或者年纪轻轻啊,就出现牙齿松动,找不了硬东西,又或者是牙银出现了萎缩,也多是肾不足了。 中医认为,齿为骨质鱼,牙齿的营养也是由肾经来提供的。 最后一个,就是出现欲望减退功能下降的情况。 肾中的先天之经啊,又被称为是生殖之经。 主管着我们的生殖功能。 如果肾经亏虚了,就会出现功能的减退。 像男性朋友的杨伟、早谢等情况,这时候就需要去补肾、填经了。 如果你的身体啊,已经出现了这些情况,那就是提示你肾经不足了,要及时的去补义肾经。 那关于如何补,我们之前啊,跟大家也讲过很多次了,这里就不再展开了。 大家可以参考往期作品。 当然,我们会发cyjテoo人、在我们的朋友们。 很多人还保证得很好 со我们的前提前妥肥胜, sketches产左、对? よろしく大家看看。